嚴格的處罰方式是什麼 最嚴格的處罰方式 半夜 大家睡覺以後 艾成對不對 艾成 到前世民 請喔 外面只有一個人 然後十個班長超他一個人 十個超他一個 那什麼 科技全部來啦 來來 站好艾成 來來來 全部超他一個喔 全部超他一個 晚點名後 艾成留下 那完蛋了啊 完蛋了 那你超他 來 瑞亞 用模特兒的方式嗎 像在訓練模特兒的方式嗎 好 用模特兒的方式 訓練馬來模的方式 馬來模 抬頭挺胸 縮小腹 屁股夾緊 兩隻手臂夾緊 夾不緊嗎 你夾不緊嗎 你夾不緊這樣就捏下去了 是用模特兒的方式 不是用後娘的方式 我們模特兒都是這樣子 模特兒都這樣的啊 對啊 模特兒好嚴格喔 來 來 回座 Yeah 維銘哥要告訴我們的是 恐怖的 你們有恐怖的嗎 靈異的 聽說金鐘最多是恐怖靈異的 有 你有回聯繫過嗎 我以前在金門才精采 金門厲害了 因為金門以前是真的有打仗過 那時候823炮戰的時候 我們每天那個 金門從明代開始就一直是戰爭的地方 沒有 但我講這個 我們以前只要被排到那個夜少 大家都就是一定知道那是菜鳥 因為你知道我們那個軍隊裡面有養狗 我們站夜少的時候 你就看那個中庭都沒有人 那個狗 就大概凌晨大概準時都在2點的時候 牠就這樣 對 天空一直叫一直叫 對 空間 就不知道叫什麼 這邊叫完 牠就眼神就一直又移過去 然後就哇 又看過 沒有人知道牠在看什麼 後來我們就很緊張 你們是幾個人站上 我們就會問那個安館 就是那個班長 我們就問牠說 班長那個有狗在叫我們要不要去看 不要看 都會在同一個時間 然後就是到處亂叫 牠們也習慣了 我在那時候我在那個 就是大渡山 大渡山其實也蠻陰的 大渡山是個公墓 因為有台中人嘛 那附近 我們的軍營附近就是公墓 圍繞我們後面 城公墓後面 城公墓那邊 那時候就是我在站安全士官 但是我最慘 就站2點到4點晚上的時候 哇 最陰的 最陰的時候 那時候超冷冬天 那時候我在站安全士官 結果那個查哨軍官會來 我就喊 贊助口令誰 比如說那個軍官講 搖遠浩 我說去哪裡 軍官就講去海邊 那我做什麼去衝浪 他說他要寫完那個查哨的本子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 他們有一個那個 要對口令 秘語啊 因為他通文秘語的樣子 就是你沒有答對話 要馬上通報那個就是影部 就是會有陌生人進來 那時候查完哨呢 他就上去樓上 我就想沒事了嘛 我就去看我那個抽屜裡面的 哈利波特 然後看... 後來就很怕我桌子 一聲 嚇一跳啊 然後又來一個查哨軍官 他說查哨了還在看書 然後到時候想說 對不對 對 同一個人嗎 因為前一個人我一直想不起來 他長什麼樣子 因為一般查哨軍官 對我來講我都會有印象 因為就是童也贏去的 他開始想說 不是查過 我就趕快打電話到樓上去 剛才那個查哨軍官有沒有上去 他說沒有人上來啊 沒有人上來 我那時候真的 剉到了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沒有查哨軍官嗎 他說真的沒有 後來我才知道 那查哨軍官就偶爾會出現 他就是以前就是在查哨過程中 他心肌梗塞 對 然後說他就是 就是他就很有責任心 所以他就一直偶爾會出現查哨 所以你第一次那個 是跟往生的軍官在對話 是往生的軍官 然後通關密語都對 對 他都對喔 哇 聽說以前學長就講說 他每次的密語都會對 因為我們是當天晚上才會更新 對 你們會更新的 每天都會換 每天要換不一樣 所以他都偶爾 所以那個軍官都有去玩點名 都有更新就對了 對 所以他也在旁邊聽就對了 對 所以兩年到四 也因為都是菜鳥士官站的 老鳥都不會站那一個 食慾比較低啊 你直接遇到了 我直接遇到了 你八字比較輕嗎 對 就因為大陸山真的很陰啊 所以難免的 那你們拍戲 拍這種軍中生活的 應該也會遇到吧 有 而且有場面 有嗎 當事者就在現場 當事者 誰 阿龐遇到了啊 我有聽說耶 對 我有聽說 阿龐以前他不 我真的是聽朋友講的 他就跟我講說 阿龐以前都不信鬼神了 然後後來他 也不是不信 因為我沒有看過 沒有碰過 沒有那個感受 沒有那個感受 我不要看了 我說真的喔 我真的不要看 你是在看嗎 我有看過 然後你聽我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阿龐就是在 在那個拍戲的現場啊 幹嘛啦 菁姐我真的有看過耶 你在當兵的時候 不是當兵的時候我開車的時候 在哪裡 我拍戲完的時候 開車回去的時候 在路上 那時候很累啊 真的很累 就一天睡不到兩三個小時 然後回去路上開車 在高速公路 開開的時候 我準備要下交流道的時候 我看那個後照鏡 右手邊後照鏡沒有車 我要打方向燈切過去 我看中間後照鏡的時候 我的副駕駛坐的正後方 坐了一個女生 真的 真的 他就坐... 他就坐得很挺哦 很挺很直 真的 然後他的頭髮就放在胸前這裡 然後可是眼睛就是貓進去 然後鼻子也是貓進去 他面對我的那個後照鏡上 對我微笑這樣 輪廓 頭髮輪廓 然後他那個感覺是... 我看到那個感覺是 有點水藍色白白霧霧的這樣 像一片氣體這樣 你確定 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他 然後全身起雞皮疙瘩 可是我心裡面 我那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你是回頭看到的 沒有 我是看這個 後照鏡 所以我整個這邊的後照鏡 那結果就去看他嗎 然後我看完後照鏡 我心裡就想說 我真的想說 割暗 刺身 不會那麼衰吧 回頭看 沒有東西 你有沒有在往上看咧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往上看啊 如果是你 你還會再往上看 你往上看的感覺就是 期待他再出現了 但是沒有 我講真的 我真的有聽到阿龐的那個事情 阿龐是 我朋友跟我講說 阿龐一開始就是他不姓為神 後來他就在劇組裡面講說 不然你給我看 他真的就遇到了 你真的當面就這樣講 其實過程不是這樣 過程是說 我們有一場戲就我跟他 跟這個傅子純 我們兩個有一場戲 他是我的班兵 我們兩個就很有姻緣 就我在這個戲裡面很喜歡整他 有一場戲是我要去茶燒 然後他在茶燒之前 故意跟我講鬼故事下午 我就害怕 害怕就叫他陪我去 因為他的個性在戲裡面是非常膽小的 對 但是我要跟著的是班長 他就在這個裡面有一個台子 就是說 班長,你有沒有看過鬼啊 我是班長 就對阿兵哥臭屁嘛 我說什麼看過而已 我還跟他們打過麻將了 我跟你講 如果我現在看到他 我就把他叫過來 問他哪一梯的 對 我是... 就是你知道嗎 劇中的台詞 對,劇中的台詞 但是我對這個台詞很介意 所以我在去之前的時候 我們燒香拜拜的時候 我已經有講說我的台詞是什麼 然後可能待會兒講些什麼 冒犯的地方 但是這是拍戲 請你們多見諒 多見諒這樣 好,我們就拍了 然後呢,拍了一兩個鏡頭 完了之後 我就想上廁所 然後另外一個導演也想上 那我們就一起去 但走到一個下坡下去的時候 就岔路岔開了 他走另外一邊 我走另外一邊 完了呢,回來就剩我一個人 再走一會回來 回來之後就準備要拍 然後要拍的時候 副導說 欸,阿龐阿 你為什麼全身那麼多水啊 都是水 我說哪有嗎 欸,真的 好像全身都是汗 好像洗過這樣子 洗過澡就很好洗 那趕快叫書樁來 要拍了 要把那個汗吸掉這樣子 然後就來來來 然後我們那個書樁比較矮 他來 因為我都這樣子給他弄嘛 這麼矮啊 對 不敢 真的很矮 小鬼 小鬼 沒那麼矮啦 就他是比較矮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給他 那旁邊就是副導在等嘛 我一下去的時候 我就看副導 我說 副導,我覺得不對 我站不住 然後副導就說 就是還沒反應完 我就下去 然後下去之後 我就很冷,超冷的 一直抖一抖 然後臉是白的 那我自己看的視線就是模糊 然後我知道我很冷 然後我看到他們一直在脫衣服給我蓋 一直脫衣服給我蓋 你們都在現場有看到這個情景 那場的時候我跟他而已 對,只有我跟他 夜戲 夜戲,我就很緊張 對,然後兩、三點鐘 我就很緊張 我第一個想說 完蛋,現在是什麼狀況 心裡在想 可是我就很冷一直 也不是感冒 不是,突然的 很典型的被鬼穿過身體 對,突然 對,然後 穿過他的身體 然後我就第一個想法說 我第一個想說 他被上我的身 第一個想法嘛 我就先把腳夾住 然後我就側身 為什麼要夾住 為什麼要夾住 不是 為什麼要夾住 因為只要夾住 先把他的氣門關起來 把他的氣門關起來 姚恩浩,你有經驗耶 其實這是真的對不對 這其實是真的 就是其實人家說 其實這邊也是一個 對,是沒有 因為我不能動啊 我就想說 然後第二個想說 他會不會壓我啊 因為我就變側身 側身之後 然後他們就說不行了 哪有當場壓的 這麼多人 不知道 多了 奇怪的狀況都先讓他講完 你不知道 你第一個就是會怕 你知道嚇到了 然後完了以後 就趕快他就 子純跟副導就說 不行,趕快送他去找醫官 然後醫官 然後他們就說好 要扶我起來 我是想站起來 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們感覺像是台豬肉 他整個軟攤掉了 攤在那也不能動 攤的軟的 我只能用點頭或搖頭來聽 因為我聽得到 然後 完了他們酒吧開 那個門一打開 就把我丟上去 一丟上去之後上車 一上車之後 其實他們是那個門 一關上去 一上車之後 我就已經 可以 沒那麼不舒服你知道嗎 我就開始摸 摸摸摸 然後子純說你在摸什麼 我說我有一個佛珠 在左手邊的口袋 趕快幫我拿出來 他說拿 我會拿出來 帶上去 我左手整個都麻掉 然後我就跟子純講說 左手 子純我左手好麻 那我們在那個當下 沒有人願意把那個字說出來 就是你遇到的那個 沒有人願意講你知道嗎 大家都很正定 都假裝不知道 就可能是你 我就說我左手很麻 他就很好笑 他要緩和氣氛 對 你 阿龐驚險事蹟 卻讓來賓大笑不已